日本政府宣布8月24日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 目前福岛的出水管已含有约134万立方米的核污水 相当于填满大约500个奥林匹克规格的游泳池 通过监测数据发现福岛核事故后到2023年1月 日本港口区放射性核素浓度仍在持续增加 从地理位置看福岛沿岸的洋流为日本暖流 往北与千岛寒流交汇后形成世界第一大渔场 北海道渔场 随后大部分污染物会进入北太平洋暖流向东扩散 6月5日东京电力公司所发布报告显示 福岛核电站港湾内捕获的海域体内所含放射性元素色 超过日本视频卫生化法定标准180倍 通过模拟排放过程 在排放第700天后 主要放射性物质川将扩散到韩国 通过测算 日本宫崎和美国圣叠戈两个沿海城市 附近海域的川浓度变化将在排放后第三千天时 美国圣叠戈附近海域的污染物浓度数值 将超过日本宫崎附近海域 日本将全球安全置于何地 国圣叠戈附近海域的污染 flea